今天很开心 就是在这个疫情的期间 然后还能邀请到大家 就是一起来参加这个线上的论坛 然后我是风险中心的博士后研究员陈米兰 然后今天非常欢迎大家来到这次的沙龙 我们这次的沙龙主题呢 是气候变迁下的性别议题 然后也谢谢大家就是在实体的活动取消后 能愿意就是回到线上来跟我们一起共享盛举 这次的沙龙呢 是台大风险中心和台湾综合研究员一起合办的 气候变迁专题计划下的一个活动 然后今天我们非常非常荣幸邀请到林金如教授 胡新平主任和廖子齐议员来参加这次的语谈 然后林金如教授是高雄医学大学性别研究所所长 致力于性别与灾难少数族裔妇女研究 和多元家庭文化交织政治等相关研究 那胡新平主任呢 则是现职于主妇联盟环境保护基金会的资深主任 他长期关注能源转型发展 近年来积极投入社区公民电厂 让气候能源的议题不再只是专业的政策讨论 让更多的民众了解跟参与的机会 那廖子齐新竹议员呢 也是就是非常有名的社会运动者 他最近就是长期关注气候变迁 绿能减碳循环经济等重要议题 在环境和社会永续等议题的推动 也就是非常不有力 那我们也期待 就是非常期待今天三位讲者 等会跟我们的分享 那接下来呢 我将进行一个简短的就是背景介绍 就有关这个背景的主题 它的背后的成因是什么 并介绍一下台湾在这个议题的相关数据 的简单的介绍这样子 然后在之后我们会邀请林教授吴主任 叫一文分别进行15分钟的分享 然后在这期间呢 请大家就是将麦克风全时保持关闭状态 还有影像也是除了讲者以外 然后以免影响活动的进行 然后大家可以就是随时将问题 文字的方式输入对话框 我们会在就是发表完的 就是在等讲者分享完的时间之后 我们再来一起讨论 那让我来分享一下 这样不看到我领悟 OK 好 我来做一下简单 就是有关这个议题的初步的背景介绍 首先呢 基本上其实这个议题的初衷就是要去强调说 气候变迁并非所谓的性别中性 因为其实气候变迁在许多研究已经指出 对于两性的影响非常不同 最主要是由于就是两性在家庭和社会的性别差异 相对权力角色和责任等等 已造成就是在面对气候变迁灾害的时候 他们所说的影响是不太相同的 那根据UNDP的那个就是gender and climate change的report 他们指出说在气候灾难发生时 文化和性别角色往往会限制女性 做出及时并有效的决策 像是要如何选择要去逃难 什么时候该撤离等等的 然后家族与女性的责任 按服役规范也限制女生逃生的能力 家族女性的责任这边 比如说他们要负责带小孩 可能还有一些孩子就是可能要如何处置等等 服役规范在某些地方 他们可能要必须要穿着就是特定的服饰 让就是移动或逃生能力就是大大的减缓等等的 那因为社经地位和教育的不平等 女性往往也会被排除在社区和家庭相关决策当中 然后这段报道也指出 就是女性在灾后重建上更难取得金钱的救助 科技和相关的服务 所以在南亚大海啸中有高达七成的受害者为女性 所以这报道另外也指出 大概全世界有80% 就是因为气候变迁而流离失所的人中 有80%是妇女 但是这样的数字 如果你再去看 就是女性在目前就是社经地位 或是就是在等等的 相比男性下又差了非常多 比如说像全球世界平均女性国会席次占比 也只占了大概22% 然后女性的收入人少于大概男性的24% 另外因为女性常常需要在一些国家可能在需要在室内做吹煮等等 就是主持相关的就是活动 所以因为燃烧的煤炭 大概每四名女性和幼童就在一分钟内 因为室内的这些就燃烧吹煮活动等等 致病或致死 所以说就是女性跟幼童 或是女性来讲的话 在这一块气候变迁下 她们相对男性是特别显得特别脆弱 另外也有报道指出 就是在一些国家 如果性别的非常不平等的比率越高 她们在承受气候灾害的比率也会越高 就像我们左图可以看到的 就是gender inequality越高的话 vulnerability这个数值也会越高 那再看上右图 那gender inequality就是一样越高的地方 她们的相对的 她们的所做出气候相关的就是行为 反而也是越低的 所以说在一个性别越不平等的地方 就是她们承受的气候灾害也越高 但是在越不平等的社会里面 她们所做出的气候相关行为 却没有反映出 就是她们应该所做出的就是行为 反而就是在气候变迁行为 这方面就是比起性别较平等的社会 跟国家来讲相对还低很多 所以有鉴于这些 就是目前的数据跟报道 在2015年巴黎协议的时候 她们在前言就非常强调 就是性别这个议题需要被重视 所以她们特别要求会员国在处理 气候变迁相关议题时 应该特别注重性别平等 女性父权 然后在制定气候变迁调试政策能力 和能力建构时应该遵循和增加女性 和性别平等的就是相关权益 跟增加性别的敏感度 像比如说在第七条第五点 她们就有强调就是在气候调试的时候 需要特别强调所谓的性别敏感度 那在第十一条第二点 她们也强调就是在能力建构的时候 也要强调就是性别的观点 跟性别的敏感度 台湾呢 相对的来讲 在最近的这一次修法 就是从温馆法 就是要更明成气候变迁应应法的时候 在第五条 她们其实又特别强调谁一点 她说为了回应巴黎协定有关 兼顾性别脆弱社群等发展的条文 在既有的第五条加入这一块 她说政府应秉持 兼换与调试病重之原则 兼兼顾环境保护 经济发展期社会正义考量 跨世代平衡义务 和性别平等 及弱势族群之权利 那大家可能会想到 好那性别平等在台湾目前 就是尤其在气候变迁这里这一块 她们发展到底怎么样 她们状况长怎么样 数据是什么样子 这是由台湾女科技学会制的一个表 她列出了就是过去近十年 就是环保署的环评委员会 女性人数的比率统计 可以发现就是因为这个环评人数 基本上需要就是七位的官方政府代表 然后还有14位的外聘专家学者 然后如果你看就是政府机关代表的话 女性的比率就是非常非常低的 最高顶多就是可能三 七位里面顶多最多最高三位是女性 通常就是没有女性或是可能一位 那在外聘专家学者这块就好一点点 但是一样比率是非常低 甚至都不到50% 总体来讲 女性在就是台湾环保署环评委员会的比率 占比最高最高也只高三分之一 所以如果把它图表化来呈现的话 可以发现就是女性在环评委员会的人数比率 都是偏低的然后也必须要就是势必要依照 就是可能性别比或是依照就是环保署所强调 或这次文化说法强调的性别等等的相关的就是视角 必须要就是增加女性在环评委员会的 的习次这样子 那另外 对所以平均下来近十年环评委员会的女性比率 大概就百分之十九点一 甚至不到百分之二十 然后最低比率就是可能就只有在 在过去几年最低比率只有百分之十 然后最高也只到三分之一而已 那那你可能会想说好 那我们现在刚看环保署了 那我们来看一下六都的就是因为每个城市 他们每个县市他们都会有自己环评委员会 那六县市六都的环评委员会男女比率的话 基本上也是就是女性最高也只占比到三分之一 分别是陶北台北跟桃园 那其他县市基本上就是可能就是真的是一位或两位 像新北市这个比率就非常非常低 然后其他县市就稍微好一点点 所以女性的就是在我们目前环评的整个制度方面 她的就是声量是非常非常小的 然后也是往往就是被忽略的这一块 那好那我们现在看了环评 那接下来那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立法相关的机构 那我们立法院的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 他的男女立的比例好了 所以从一开始的第四届开始 就从2002年到最近的第十届第三会期 就是2021年 你可以看到就是男女比例的变化 是女性首次在就是2009年 就是第七届第三会期的时候 首次女性的女性比例超过男性的力 在这之前就是男性力是大大的 就是完全主导了就是我们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 那在温管法这个修订的过程中 就是这个数据是根据立法院 它的那个就是发言系统去统计 就是它上面都会有统计 每个议员的发 每个立委的发言次数 这是根据那个统计来就是制成的表 然后这个表就是横跨了2006年到2015年5月 所以没有到最后温管法就是通过那一块 就是2015年6月去少了那一块的数据 但是如果就目前这个时段来讲的话 可以发现就是女性 虽然就是女性虽然在席次上会就是比男性再少一点 但是女性在踊跃发言数 就是参与度这一块 却往往的就是高过于男性 尤其在比如说像民国97年12月24号 就下面那个那个基本上就是这个日期 就是今年12月24号那一块 就是你可以发现女性的发言数 高高的大于了男性立委的发言数 然后在温管法修法 夫妻也是女性主导了很多就是温管法 就是整个修法历程的讨论 然后如果去细看就是到底是谁发言呢 就是在温管法立法过程到底谁发言 最主要还是就是田秋景立委 女竹芬立委 然后徐少平立委等等的 然后男性立委的话 就是可能还不到我们前面三位 女性立委的一半 但是必须要特别注明的是 这个表值到了2015年5月 6月的时候就是有很多 邱文彦邱立委她的发言跟参与 那一块是目前还没有被拉进去的 因为毕竟那个发言系统上 没有提用这块数字 所以就是长这个样子 所以可以发现在温管法立法过程的参与程度 可以发现女性立委 她们在这块比男性立委更为踊跃 然后前三名的立委分别是田秋景立委 然后林书军业跟徐少平立委这样子 然后我们知道这块 然后呢 其实最想要强调的是 就是将性别这个女性议题 纳入我们目前气候调试 跟减缓行动的重要性 然后也必须要确保 就是希望能确保气候政策能解决 基于性别的脆弱性和性别不同的 所带来的问题 然后另外也一方面 就是最重要的是 就是能提升和确保女性 在气候环境政策制定和评估的参与 因为毕竟目前我们可以看到像 樊平慧男女比例非常的就是不平均 然后最后一块也是就是 可能是身为就是学者的一些呼吁 就是因为毕竟台湾在 气候变迁性别这块资料 非常非常的缺少 就是除了刚刚找到那些资料以外 相关的研究等等的 就几乎是就是零 非常缺乏 所以也希望就是能有更多的学者 能投入这块的研究 对 好 那经过这个简单 很简单的开场 跟很简短的开场 我们现在想要就是邀请 我们的林金如副教授 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就是他在这一块的 的专业跟想法这样子 然后可不可以就是麻烦 就是林教授 把那个主导权拿回去 然后来分享他的那个slide 哈喽大家 真正不好意思 刚刚因为一些技术上的问题 所以就是断线了一阵子 然后不知道可不可以先请 就是在林老师他处理 就是他们技术上的问题的时候 不知道可不可以先请 就是吴主任来先帮我们 就是做15分钟的分享呢 好啊可以 先看一下简报 谢谢 大家看得到画面吗 简报的画面吗 可以好 大家好 大家好 我是主部联盟环境保护基金会的新品 那今天想要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为什么气候治理需要性别视角 那先在开始前先自我介绍一下 我自己是在主部联盟环境保护基金会 在推动能源的议题 那另外呢 在工作之余 也有参与一个粉砖 叫女性主义有事吗 在里面担任携手 那回到主部联盟环境保护基金会 对于能源的关心 其实可以追溯到八点年代 那个时候发生过一件 很重大的国际事件 就是车诺比的事件 那当时我们有一群志工就在街头 他们还就说 我要孩子 不要盒子 那我们可以从这句口号里头听出来 就是很多妇女对于能源的关心 其实是希望为下一代 创造更多元更安全的未来 那我们其实也不是只有在街头 像抗争而已 我们其实也是有一直在进入社区 在推动生活节电 那我们2014年开始 也有在推动公民电厂 因为我们认为能源 其实是大家可以参与的一件事情 特别是再生能源 它是有分散性的功能 所以其实是每个人都可以很民主的 然后在地的参与 那回到今天要讲到的气候变迁 其实温室效应这件事情 最早其实也是一个业余的科学家 是一位女性 佑尼斯牛顿富特先发现的 只是很可惜 她的发现并没有被科学界承认 科学界承认的是三年之后的一个男性的一个物理学家 在当时19世纪的时候的科学家 其实曾经提出 所以女人的脑子比较小 所以不适合科学的逻辑 比较适合扮演妙思的角色 才叫做阴阳调和 那为什么会讲到科学这一边 我想要说的就是气候变迁它跟科学 跟社会跟经济都有关 其实性别也是一样的 那如果少了性别角度的 我们回到现在的科学发展 也是有观察到这样的状况 大概到80年代左右 就是测试汽车是不是安全的这个家人 也是以男性为主 那其实就让女性的致死率高出17% 那直到80年代阿斯匹林的研究 2万多名的男医生研究4万多名的男性 不管实验者还是被实验者 都是没有女性的 那排除女性的原因是什么 就是因为有女性荷尔蒙 还有女性会怀孕 那但这个两个原因 其实更加应该是纳入女性被研究的原因 那我们可以再看看 回到经济的角度 我想大家都有听过这位大师 叫亚当·史密斯 他曾经说过一句名言 他说我们能够吃上一顿晚餐 不是因为肉饭啤酒师傅 他们的慈悲心 是因为他们只关心自己的利益 可是谁帮亚当·史密斯煮晚餐 是他妈妈 他这辈子没有结婚 所以一直帮他煮晚餐 就是他妈妈 可是他妈妈帮他做的所有的事情 都不会被纳入GDP 那当我们的整个社会 是按照这样子的经济的逻辑 在发展的时候 其实有很多对于社会有贡献的事情 他不会被纳入GDP的同时 他可能就不会被纳入 像劳健保这类的体系 那我们可以看到 其实有女性的视角在 或者说其实有更多的性别 更多元的视角 在参与决策的时候 其实是可以更加避嫌的 那也有研究指出 只要有30%的女性 能够参与企业的决策 可以创造多6%的收益 那女性董事会成员多的企业 表现也会优于女性成员少的企业 那国际货币组织的总裁拉加德 他本身也是一个女性主义者 他甚至还讲说 如果当初是雷曼姐妹 不是雷曼兄弟 搞不好都可以避免当时这场灾难 那回到气候变迁 其实气候变迁本身也是有性别 其实刚才主持人已经做一个很好的开场 其实气候变迁底下 流离失所的 然后死亡的 其实很多是女性 那不只是我们看到像孟加拉这样子的国家 其实在欧洲这种比较发达的地方 在高热的世界里头 其实死亡多数也是女性 那回到台湾台湾是世界上最容易受到气候冲击的国家质疑 那虽然台湾在性别平均的比例已经是亚洲的模范深了 可是2018年我们看到双新家庭的比例已经到七成的同时 女性处理家务的时数还是男性的三倍 所以我们可以想到在气候变迁灾害的过程之后 其实是女性要负责照顾的责任为多 可是在我们的灾后重建里头其实也是少了很多的性别的角度 像莫拉克台湾 大家可以看到这张图 他重建的房屋 其实并没有太多考虑到女性的隐私 所以甚至引发一些性骚扰甚至性情的实践 那包括莫拉克重建的委员会里头 37位委员也只有三位是女性 刚才主持人也有提到 在我们现在的欢评委员里头 其实已经连续两届只有两位女性 这部分我真的很想要ACO主持人 因为我自己就是你要环境工程的 其实我们班上大概三十几个人 只有七个是男性 七个是男性 女性其实才是环境工程界的多数 可是为什么到了决策圈的时候 女性全都消失了 这个当中一定有一些非常严重的问题 好 那我现在我在祖父联盟工作 也有看到这样子的状况 特别是每次停电事件 就会有很多的网友上来留言 那有些留言真的是会让人觉得 为什么大家会是这样想 像停电的事件 第一个可能会来留言的就是说 你们一定都是念稳住的 不懂理工 所以不要讨论能源 我也是到主部联盟工作以后才发现 环境工程在很多人的心目中的分类 竟然是稳住 那另外就是有很多就是这种 性别分工的刻板印象 会留言说你们是主部联盟 就应该管好柴米油盐酱醋茶 叫老公好好爱你们就好了 那甚至会发展成是一些性骚扰的一些图片贴给你们 那我要说其实虽然台湾在性别评选上 已经算是亚洲的比较前面的了 可是其实还是有不少的人认为 女性其实不应该插手能源这么难的议题 或是公共政策这么复杂的议题 但是说回来能源这件事情 事实上在这波能源转型里头 其实我们也可以看到再生能源 它对于性别是比较友善的 再生能源产业的女性是占了32% 比传统的石化产业的22来得多的10% 那其实我们在第一线的观察也是 我们我在推动的很重要的一个倡议就是公民电厂 公民电厂就是大家可以一起在社区里头 在社区里头一起集资来用再生的比如说太阳能板来发电 那这个倡议推动者我观察到真的很多都是女性 像这张图片 这个是我们帮助台湾成立的第一个 以发电为主发绿能为主的合作社 那我们可以看到成员几乎都是女性 他们很多人都是早期推动我们主副联盟 不管是合作社还是基金会的女性 那另外一个这个是我们在讨论公民电厂政策的 一个小团体 大家也可以看到讨论的很多成员几乎都是女性 那虽然很多人会去酸用外发电这句好 但是我要说其实能源这件事情 它不应该是建立在对少数人的牺牲上 这么负权的方式 而是应该用更好的方式 这个是我看到比较多元 或者比较以性别平等的角度来推动能源的 很不同的地方 那从我们自己基金会的角度来说 三十几年前有一群妈妈们站在街头上说 我要孩子不要盒子 那三十年后我们基金会在推公民电厂的时候 他们很多人跟我们一起去买一片太阳南的时候 他们用的不是自己的名字 用的是孩子的名字 就是在实践自己三十年前对这个环境的诺言 在我看起来这个其实也是以爱来去实践 发电这件事情的具体的行动 那这个是我们最近在做的一个公民电厂 其实是在跟台北市政府合作 用公有无顶推的公民电厂 那这个发电厂的厂长 其实也是台北市的市民 24位市民起来当厂长 那发电的收益2%都会投入到学校的能源教育里头 就是希望能够投资下一代 我们把这个电厂群叫干斗好 因为干斗就是官度的部分叫干党 然后好是女加上女就是我们基金会 因为很多女性的成员字 就是学校里的小朋友 那我做一个小节 就是女性参与在气候变迁治理上面的角色 第一个就是我们可以用不同更多元的视角 去关注环境的议题 而且女性在社区里头有比较强的动员力 也可以避免中央的一些政策 失衡少了性别的视角 那我要分享一下 就是我们也看到说女性在灾后的复原理 这是2016年在地震之后 我们去帮就是当地的消防队员 然后煮一些热食 我们常常在媒体上看到灾后的复原 都是在拍消防队员很勇猛鹦鹉的 在搬运一些东西 但事实上其实女性也扮演了很重要的 复原理的角色 在家庭里头在社区里头都是 那另外我们基金会一直在推动 就是都市田园的计划 那我讲特别在疫情期间 大家是有感觉到的 要现在去超商抢到一把菜都很难 大家这次就会想说 如果我的阳台或社区有种菜 其实就简单很多 而且这也是很简碳的一件事情 那我们也看到说 韩国首尔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政策 叫减少一座核电厂的一个节能减碳的一个行动 而且他们成功了 可是其实最当初引发这个行动的 就是社区里头的妇女 他们在自己的社区所办能源教育 能源超市 然后卖一些节电的产品 让社区的居民一起做能源竞赛 那因为他们这么好的idea 让社区变得很节能 然后让市长去采用了他们这样子的做法 扩大成整个首尔市的政策 那这边我要最后要分享一个故事 我在欧洲念永续发展的时候 我真的觉得就是欧洲的对待气候变迁 或是对待永续这件事情的视角很不一样 在台湾我们常常都讲到政策或是技术 那可是这个故事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不同的角度 这个故事是关于 就是老师告诉我 关于说一群科学家想要研究 怎么让猴子拿到香蕉 所以他在这个实验室里头 放了很多的绳子啊 钩子啊 然后很多的箱子 想看看猴子会怎么样去搬 搬动箱子啊 然后拿钩子 然后去拿到香蕉 可是大家知道猴子最后怎么做吗 他拿着那个研究员的手 然后牵到香蕉的下面 然后织纸香蕉 然后叫研究员去拿香蕉 这个故事要告诉我们是 其实很多事情的解放就是在人的身上 可是当我们讨论气候变迁这么复杂 要牵涉到科学经济社会面的议题的时候 我们设定的人却只有某一种性别的时候 其实是缺乏很多足够的角色跟意见进来的 好 那最后想要用之前 有一句也不很夯的美剧 就是宅男行不行 Big Game Theory 他里头有一段故事 这里头有个科学家叫Sheldon 他是一个非常自视甚高的科学家 他在最后一季的时候 一直在困扰一件事情 就是宇宙到底对不对称 那他的妻子艾美 也是一个科学家 就告诉他说 对不对称这种事情 有的时候并不是互斥的 可能只是大家看事情的视角不一样而已 我就是用这件事情来做结论 就是虽然这个句是虚拟的 但是他讲的这话我觉得很对 就是我们需要不同的视角 才能更全面的面对气候变迁 这也是为什么我们需要有不同的性别视角 来看气候变迁治理这件事情 以上是我的分享 谢谢 非常谢谢就是吴主任刚刚跟我们非常精彩的分享 然后刚 有 OK好 非常谢谢吴主任刚刚跟我们精彩的分享 刚补充到就是 就是有很多女性在投入 可能在在后重建 或是环境 就是社区的环境规划等等的 其实环保署他们有自己有做了一个就是调查 他们这个叫做 105年推动性别主流化的成果报告 然后他其中就有调查说 就是男性跟女性在比如说 他们说环保义工的那个比例 就是有多少男性会参加环保义工 多少女性会参加环保义工 然后有趣的是就是这个比例 从101年到105年 男女比一直是大概7比3 就是女男比一直是7比3 就是大概有百分 这一群环保义工里面 大概有70%到60%都是女生 然后男性大概只占了30% 然后可能35这样子 所以我觉得是一个还蛮有趣的数据 好那我们要不要就是请 林教授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林教授可不可以请您开了那个声音 喂有听到声音了吗 OK太好了 吓到我了 想说怎么会跑到别人的麦克风去 好那不好意思 就刚刚的一些技术上的混乱 好那现在PPT也OK了 好太好了 好那大家好 我是林金如 我从高雄来跟大家分享这一次的经验 气候变迁与性别 我在高雄长期是跟着在地的原住民妇女 在做这个气候变迁 灾后重建的一段长期的经验 好所以在今天的分享里面 比较多的经验会是来自于偏乡 甚至是在发展中国家的一个经验 那但是主要是一个概念性的提供 我想先从这几天的大事开始讲起 就是大概大家前两个礼拜就经验了 一个非常大的气候变迁的震荡 还有疫情的就是在连续两天之内的大震荡 然后持续震荡至今 所以我想大家都印象非常的深刻 所以这几件事情呢 也都指出了我们现在跟整个世界都共同面临的挑战 这挑战呢 是气候变迁 也是能源危机 也包括疫情灾害 也就是说到现在我们面临的灾难 其实是复合式的 你会发现通常气候变迁 是气候一团糟的时候 生病的也一起来 然后就再包括这几天内快速的我们经验到台湾 竟然缺水缺电到这样子的一个程度 这可能都是在过往一个比较平稳的生活状况之下 比较没有去感受到的 但是呢 这些的所有的这些受苦跟存活 如何在气候变迁底下来经验这个过程 其实在比较低度开发的地区早就已经在经验了 所以其实都市的体会是比较稍晚一些的 那但是呢 都会去遇到这样子的一个问题 为什么呢 因为当全球的平均温度升高两度的时候 极地已经是升高八度了 所以这个比较偏远地区 还有包括降雨量 像这些台湾平地的降雨量还不够多的时候 山区已经有急剧的降雨 像这一类的状况显示出 当比较富裕的地方在经验 稍微感受到气候变迁的影响的时候 可是高纬度高海拔的不同的人们 他们已经已经面临的毁灭性的影响 换句话说 他们所经验的变化是比都市 比较北方的国家 比较富裕的地方还要更早 更剧烈的 所以呢 我们可能在过往的经验里面会觉得 这些事情不会发生到我们身上 但事实上 从偏乡开始 偏远地区 低度开发的地方开始 气候变迁已经全面的 全面性的影响到 现在全世界的所有的人类 换句话说 我们可能 在这个过程里面 会体验到 从别人的受苦开始 到我们的受到我自己的受苦 而发现这是人类所共同面临的一个挑战 那气候变迁如何影响女性呢 我的曲径比较多是从一个直化的角度来看 那直化的角度 比如说我们想到在 这一页好了 就是我们在看这个偏乡女性跟气候变迁的时候呢 我们可能会看到 比如说水好了 女性在偏乡女性在没有水利建设的地方 大部分是由女性来负责取水 所以当水资源因为气候变迁而枯竭的时候呢 他平常用来耕作的 跟日常生活每日的用水都会受到影响 所以那影响之后变成说 他可能要走更远的路去找水 那或者去经验粮食的不安全 因为水缺乏 没有办法产生出可以养育家庭的一个农作的产量 然后呢 如果他的家庭里面又有更多的孩子 这些孩子的数量越多 他所要付出的劳动力 养育家庭的劳力也就越大 所以这些整个家具的生态的问题呢 会直接的导致女性的贫穷化 好 那比如说环境受污染了 气候变迁了 那这个水源不干净的话 女性可能会遇到就是 他要用更长的时间来进行劳力的付出 然后他可能也必须因为这个饮食的 粮食的改变而改变他的饮食习惯 或者甚至他必须移动到有就业机会的地方 从偏乡移动到都市里面 有就业的地方 然后受雇于更不安全的工作 所以整个气候变迁导致偏乡的女性 他甚至可能需要移居他方 重新来适应整个环境 所以事实上这个气候变迁对偏乡的妇女来说 对于低度发展国家妇女来说 等于是很容易的带她们离开原来的非常辛苦的地方 因为那个环境更糟糕了 好 那他所要承担的整个气候变迁的后果 是直接落在女人的身上 但是我们也不用太悲观 就是整个气候变迁 在我的这个底下的经验里面 我也会提到 其实这个也提供了一个改变的机会 因为气候变迁让我们面对问题 我们不会找出更加的环境保护行动 我们得找出最好的适应环境的策略 以及更加的集体应用的方案 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图 其实这是一个在非洲的一个国家里面 女人她们取水的方式 从原本的这个从头顶上 变得可以推着水车 就是在不同的技术跟资源引入之下 她们可以用新的方式来面对气候变迁带来的挑战 而不需要离开她们的原项 那这边举的例子呢 是这个长期我在跟这个那马夏 高雄那马夏的妇女 在这个原乡 她们是感到不足 那那马夏的妇女在因应气候变迁呢 她所做的一些行动 这看起来很简单 就是一块田 这块田种着玉米 然后甘蔗 玉鼠鼠 一些小米 这个牧鼠 这些传统的一些作物 那这些作物呢 其实她们非常厉害 因为气候变迁的 这个传统原地的富裕 在原本的这一块地方 因为高度的现代化 也因为整个资本主义的入侵 经济 带动经济的发展 那为让更多的族人 移到都市里面去赚钱 也就荒废了在原乡的这块土地 可是在灾难就是莫拉克风灾之后 这一群妇女经过非常努力的政治抗争 最后终得回反到她所连居的地方 然后她们因应气候变迁的方式 就是去种回女人的田地 那这女人的田地是什么意思呢 在这个图里面 他们说 从前甘拉甘拉夫有一块地 那一块地有各式各样的农作物 那所以它是有生物多样性的 而且是妇女很有智慧的 根于那一块地 因为她只要小小的一块地 但是呢 她可以供应妇女中年丰盛的食用 因为男人出去打猎好像很重要 好可以取得蛋白质 但是她万一没有打猎打回来呢 那全家不就挨饿了吗 好 所以妇女非常重要 她们提供食物的安全 她们种回传统作物 可以因应这个 在这个耐旱 又防又耐灾 然后可以在极端气候底下 生存的植物 这就是她们在找出传统智慧的方式 找出在原乡生活的方式 不需要靠外来的物质的资源 也可以在地活得下去 好 所以这个复返于文化 找出传统智慧 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历程 那就在这样子一个故事里面呢 我们看到从女人的田地的故事呢 我们看到了传统 原住民族女性赋育 传统作物的历史的过程里面 因为传统知识 传统知识非常的珍贵 因为那是过往祖先在因应这个山区的环境 所发展出来的生存智慧 这些知识呢 也消失了 随着现代化也消失了 但是因为气候变迁 这群原住民族妇女坚持回到原乡来发展 而发展出重新找回友善土地的生存的方式 重新耕种回女人的田地 然后他们说重新找回女人的田地 为什么呢 因为这块女人的田地在 甘拉甘拉夫语里面叫做 五十五乳 好 那五十五乳这个词 连这个词都到 到这个种回这块田之前 都已经消失了 老人家也忘记了这个过程 已经忘记了 因为已经现代化了 但是他在把这个传统作物 种回来的时候呢 老人家就非常开心的想起来 哇 这就是我们从前的五十五乳 好 女人可以在这小小的一块地里面 种出生物多样性的植物 足以养活一家人的植物 好 那这样子的方式 就让这个原住民的传统知识再度回复 然后这个做法呢 他又再透过科技 在传播推广出去 好 所以呢 这个女人的田地 以及包括传统作物是小米 小米本身就是很多台湾 许多不同族的原住民的主要粮食 但是也随着现代化的脚步 已经消失了 他已经被稻米取代 好 然后大家也从外面来买米 好 但是呢 在回到原乡 重新找回传统作物 重新种回小米的这个过程里面呢 也重新找回这个自己跟土地的连结 自己跟文化的连结 这是一个非常动人的一个历程 那而且你看这其实很多位妇女 其实是年长的妇女 那这是在种小米是他们年幼的时候的一个记忆 但是却已经消失了 但是在灾后 又重新再把这样子一个传统作物再找回来 妇女们很有智慧 他们呢 友善土地的耕作之后 他们想到下一步 因为在部落生活需要钱 然后又不想要离开原乡 那如果外来团队进来 大概只能给他们更多 离开原乡的方法 叫你受更高的教育 然后叫你去都市工作赚钱 这些都没有办法解决 偏乡妇女的问题 偏乡妇女需要的是在地的就业机会 在地就有钱赚 他就有土地 他可以养活他的家小 他就不用去担心他的生活 这是最重要的 所以呢 这群妇女他们又想起来说 那我们来试着做合作经济 就是如何透过一个现代的产品 叫做面包 香烘焙非常的夯 他们透过一个现代的技术 引进了现代的技术 但是这个烘焙承载 这个面包承载的是在地的传统作物 是南瓜 是这个红梨 是小米 这些的传统作物 这些传统作物 透过面包转化成当代的经济的 可以让都市人消费 可以产生经济收入的 这样子一个方法 来想出他们自己在在地 在原乡生存的方式 好 所以呢 其实他们呢 后来发展的一个方法 就是从友善土地开始 友善土地是祖先的智慧 友善土地却不容易 因为在资本主义之下 土地已经变成资本化 拿来买卖的 拿来赚钱的了 所以你要去没有 没有所求的只是去做友善土地的耕作 他们做到了 透过友善土地的耕作 停止注解 透过友善土地的耕作呢 他们把这个从土地上长出来的食物 做成餐点 开始然后做成面包 然后贩卖给从外面来的人这样子 我好像画面没有跑到这一页是吗 我看到一个画面是 哦 还没有 好 所以透面透过面包呢 就也透过的这个网路的连结 就让妇女们可以甚至跟 把这经验传到国外 这是我们前年跟澳洲原住民族 跟美国原住民族 做交流的一个场景这样子 好 那所以大概这个是其中一个 妇女从这个找回力量的一个故事 所以透过这样一个故事 我想要回应一个问题 就是大家可能在很多的论述里面 说妇女是脆弱的 妇女是需要被帮忙的 在某个意义上是 但是也很重要的是 去看见妇女的韧性跟能动性 因为底层妇女其实长期处于 没有资源的状况底下 也发挥了她们自己相对的能动性 尤其是以妇女的角色 在困难的环境底下 生存的这样子一个韧性 那再放这里的是两个对照的图 这个守护狼烟的女人 是我最近在修改中的论文 刚刚说 其实相关研究不太多 因为写很久 就因为在这个2009年莫拉克风灾之后 我是跟着这群妇女 一起经验了这个灾后的抗争 营区的安置 以及灾后的重建 所以这十几年来 一直追随着她们去学习跟理解 这群妇女 她们头脑里面到底在想什么 她的文化是什么 她的知识是什么 为什么她想要这样子做 那可能这个在过往一个急着去救灾 急着去帮助这些妇女的过程里面 我们可能都没有机会去问说 那你会什么 其实她们会的东西很多 所以我想强调的是 其实妇女有很大的调试能力 但是却是被整个结构所 精深 所消音了 或者是整个社会不理解 她们的能动性在哪里 没有办法真正帮上她们的马 那所以呢 在这第一线抗争的 其实很多是妇女 那对照 这个311是2011年 然后莫拉克风灾2009年 前后两年这两个故事 后面也是从妇女的角色 以妈妈的角色来守护土地 守护环境的一个例子 好 那这是另外一个妇女很有力量的例子 就是在莫拉克风灾底下 国家的政策是不支持中继屋的 她们希望所有的原住民离开家乡 搬到慈济盖的永久屋 还有很多NGO盖的永久屋里面 所以呢 这对原住民族妇女来说 离灾离乡 离开土地 我们刚刚讲都是非常不利于 她们的生存跟发展的 所以呢 当时就大家互相组织起来 然后开了自己我们要的政策是中继屋 然后自己在部落内组推动委员会 然后自己引进资源 自立造屋 换句话说 在整个国家政策并不支持的时候 这是南方部落重建联盟的 我们的团队的妇女 她是原本嫁到这个屏东的屋台 但是她的娘家在屏东的屏地 三合村 所以她在娘家借了一块地 租了一块地 然后引进这个资源 盖了中继屋 在这里撑了三年 撑了三年 以等山上的那个破碎的土地能够复原 三年之后还是被迫拆迁了 但是被迫拆迁之后呢 这个在这里住的这个大五 就是雾台乡的大五村 他们重返部落 而发展出非常亮眼的观看经济 那所以在现在呢 我们来看就是说 妇女的职责在这个过程里面 展现了非常高的韧性跟力量 灾难的确带来了 也带来了一些创伤跟难过的地方 比如说家人的分离 在莫拉克风灾底下 或者是辅导的经验也都是 大部分男性可能是留守家乡 女性为了孩子 为了照顾小孩 辅导的妈妈是带孩子去外面住 为了健康 那马下的女性是因为 老师们学校我们的公务体系 决定在平地赴学 不在原乡赴课 所以以至于妈妈 必须带着小孩子到平地去上学 所以也变成一个家庭分离的状况 然后灾难也带来了高离婚历 跟亲密关系的暴力 这都是非常负面的地方 那所以呢 整个灾难会暴露出 整个社会结构底下的压抑近身 而且让它更糟 这我们不否认 然后也因为女性在社会资源配置上 属于结构性的弱势 所以所有援助的资源 不会直接抵达女性手中 援助的资源会先到男性 会先到社区的领导者男性里面 但是分配下来 女性不一定分配得到 好 这些都是属于女性的高脆弱性的部分 这些都存在 但是我想要强调的是 女性其实也有高度的韧性 那这是大部分在我们的研究里面 叫没有去强调的 因为我们要为了提醒整个政府的关注力 我们就说女性很脆弱很脆弱很脆弱 好 都没错 但是呢 我们也要认可女性的韧性 女性的韧性非常重要 而且在这几个个案里面 我们看到 女性是出自于对母职 对家庭 甚至对社区 产生了一个守护环境 跟守护土地的动力 有非常强的动力 好 那所以呢 而且如果这些女性还有办法集结起来 或许她们原本在灾前就已经有抗争的经验 已经有集结的经验 或者是灾后有办法自己组织起来的话 她们显现的这个韧性的强度 是我前所未见的 不是在任何的阶级 任何的区域跟这个性别里面 我觉得这底层女性的韧性是非常大的 那所以我们要再来回想一下灾难里面 男人跟女人的角色 在灾难里面 我们常把男生视为是英雄 是英勇的救灾者 那女性是被救的妇孺 但事实上呢 再讲一个 这个是萨基努 他在开森林学校 他在台东的这个原住民 台湾族原住民很有名的作家萨基努 他在台东开了一个森林学校 那我们原本以为他的猎人学校 是要训练男性 他说不 我猎人学校 男性女性我都训练 那男性训练 他们去打猎 这个在传统上大家很清楚 但是女性呢 他说他非常亚异于女性的韧性 然后再后来他说 因为呢 比如说他带男性 去夜里面打猎 可能一天要休息 女性他可以夜行 整夜一天又一夜 没休没洗 他一样可以做的 可以做得到 所以女性可能没有那么高 一下子没有男性的那个 强度被看到 但是女性的这个 坚韧的持续的力量 是非常重要的力量 那后来萨基努说 其实他从这些女人身上看到说 老实说 要生小孩的是女人 那所以要经验这整个痛苦 以及这个承受这个压力的 这个韧度 绝对是女人胜于男人 好那这是女性具有韧性的一个很重要的例子 希望大家可以记得 所以在这里面想跟大家来对照一下就是迷思跟事实 我们常在讲脆弱性的时候结构数的数据也没有错 但是那个结构是社会结构的问题 不是女人的问题 女人是非常有韧性的 然后女人是有能力组织的 但是因为社会结构把他们分散 然后社会说你是没有能力的 你是要收资源的 你是要等我们被 被我们帮助的 我们可以来帮助你 所以是外来的团队通常就开始指导 然后开始take charge 把女人的更多的力量跟声音都拿走了 所以我想要用底层妇女的经验来让大家看到说 事实上底层妇女所处的位置跟结构 不是她没有力量 而是社会结构压抑了 也不让她说话 比如说这么有力量的女人 她们没有在这个重建委员会里面 她们也没有在所有的环评委员会里面 这都轮不到她们 所以有力量女人进不到委员会 有力量女人没有办法发挥 她们对环境的关怀 然后她们的声音是不被听见的 即使灾后十几年 我们再重新关心这个永久屋的问题 这是迁移到平地的一些部落的问题 还是女性 有一个女性里长在这个山林大爱屋说 我们的水是毒的 我们的环境是有问题的 只有女人会在意这个问题 住在那里其他人都没有提出这个 所有的官员也不是很听得近她的话 好 所以呢 底层的女性 她们有对在地环境跟社区的了解 出自于她们跟自然 还有家庭的生命网络的这个职责 这是社会性别 不是天然的 但是她们的社会的职责 让她们对这个变迁 有非常有想法跟行动 所以气候变迁的治理者 需要向女性来请益 那重点重点就是要倾听女人的声音 然后让女人进入气候变迁的治理 然后重点要听得懂 不要再用这个外来的治理的男性的方式来要女人配合 好 那这就是我的分享 最后两边美丽的图片 这就是红礼 就是在部落里面带来希望与祝福 就是在部落里面瓜了 就是巫师来祝福族人的重要的植物 然后右边这个是小米田 好 谢谢大家我的分享到这边 非常非常谢谢 让林教授非常精彩的分享 然后林教授的点出了一个就是我们之前没有 就是太重 没有太多提到的点 就是我们当我们在讲气候变迁跟性别一提的时候 往往会强调是女性是所谓的受害者 是弱者 然后受到气候变迁影响最大 然后缺乏就是在决策体系的位置等等 但是林教授刚刚也点出一个很重要的 就是女性在气候变迁就是重建 或是在调适的部分 也可以扮演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角色 我觉得那个是我们可以就是后续 我们可以继续讨论的议题 然后呢 那因为时间关系 我们可以请就是调议员来跟我们分享 就是从一个就是法律制定 或者推动者的一个角色来看 就是女性在台湾气候变迁上 所面临到的一些问题跟挑战呢 跟她的一些就是分享 可不可以请就是调议员来跟我们分享 哈喽大家好 我是新竹市议员廖子琪 那先简单介绍一下新竹市 新竹市基本上有三个选区 有东区北区跟香山区 我的选区是属于香山区 它原本是香山香的结构 所以它基本上是一个比较地广人稀 也比较会有相对弱势的一些群体在的一个区域 因为大家可能想到新竹市 会想到就是A所的中位数最高的一个里 就在我们这边 那就在东区圆区那里 所以其实我们新竹市它呈现的样貌是蛮两极的 那我这边主要会分享一些 我在地方上推动气候治理的一些观察 然后也有一些数据的分享 那其实有几个就是也想要回馈就是两位就是 就是吴主任还有林教授的部分 像是刚刚其实林教授有提到就是 女性其实在气候变迁以及气候治理这个议题上 不完全是落实这件事情 我觉得在进步国家上确实是有些数据 可以有这样的展现的 举例来说我自己有去看一下那个 就交通部它其实有去做一些性别的那个调查的数据 那他有提到说其实在那个2018年全国自用小客车 就是私人汽车的驾驶人比例上 女性的比例是32.2% 男性的比例是67.8% 那在双北用大众运输更发达的地方 女性开车比例是更低的 女性在新北的那个比例是21.5% 那在台北的比例是25.3% 所以某种程度就是说 女性其实在运输行为中会倾向选择一个就是 比较碳排比较低的移动方式 那当然有一个可能是说 通常男女出门的时候 男生会是主要的开车者 这也是一个因素 但如果我们再看其他的统计资料中 就是一个综合评比的资料中 就包括台铁高铁北节高节 以及公路客运还有国道客运的这些数字 其实基本上女性乘客比例都是大于男性的 那甚至像是市区公车 女性的比例大概也是65.8% 台北捷运也是高达64% 所以其实这可以显示出在台湾 就是台湾我们是一个相对已经开发中的国 就是开发完成的国 以开发国家的状态下 其实女性是大众运输交通用具的主要的使用者 所以在移动工具的使用上 我们选择的是一个比较低碳的运具 那我自己这边也有一些成型可以来做个回馈 那像是其实在气候治理上 有一本书还蛮有名的 就是叫做反转气候治理的100种方法 应该是这个名字吧 我最近真的看反转地球暖化100招 然后我就是会以那个来看一下说 我现在在推什么议题 可以来瞄一下有没有一些可以呼应的地方 那它其实里面有一章节就提到其实步行程式 也是有助于就是防止地球暖化的一个方式 那其实在里面有个数据就蛮有趣 它是说在低收入国家 其实他们花很大的70%的经费 交通的经费在做汽车的优化 但实际上就是在旅行或大众运输 就在步行程式概念上 70%是这样子的使用 就是你要在旅行一个都市中行走的时候 其实你是倾向要步行或是大众运输 可是如果靠到我们自己县市的治理上 其实大多数的预算 确实都是在做路平专案 这些比较公路主义的一些设施跟经费 那当然我们在这边 我在地方上就是去强调说 就我们必须要去优化更多的公车 以及就是大众运输 以及步行的一些通勤步道 去鼓励孩子们可以上下学 因为现在其实在公路主义的状况下 其实家长们基本上已经不太放心 让孩子用走路的方式去上学了 那这个部分其实就是在一些比较细微末端的地方 那有一个陈情我印象还蛮深刻 就是有一个妈妈她就跟我说 她就因为她先生 就新竹很多 就是一部分人就是说 先生她是属于 已经会见不到 是伪单亲的状态 她要自己去照顾她的孩子 那其实她照顾孩子的时候 她也不放心说 她自己开车的时候 把孩子一个人放在后座 所以她就想要 她就说她其实之前在找房子的时候 她就只找在新竹的公车 一号公车的路线上的房子 那这选择其实非常的少 因为我们新竹市 我觉得其实基本上 离开双北或直辖市 基本上都没有什么大众运输可言 所以她那时候就是很努力 在找这样的房子 那她也在就是在回馈说 希望未来可以推动更多的公车路线 然后更去推广大众运聚这件事情 就包括我们其实新竹 一直也有所谓的轻轨的议题 就是大家就很期待说 到底能不能真正的去解决 就是我们新竹 每年我们的新车购车率 大概都是全台湾第一名的 就我们持续的一直在更新汽车 然后持续的在维持一定的碳排 那这个部分就是我在回馈说 其实我们性别上 确实会影响 气候变迁议题里面的一个原因 的其中一个 我觉得就是在移动的方式上 女性其实是比男性会选择一个 更有利于就是 低碳排的方式 那再来其实是饮食习惯 其实我自己本身也是不吃肉的 那根据那个2009年 卫福部它的国民健康法查 调查分析里面 其实就有一个满明显数据说 长期吃素的台湾民众中 其实有64.6%是女性 所以其实这也显示出 其实多数的饮食选择上 女性比男性会倾向更为低碳的饮食 那另一个回馈就是说 现在其实像不大家都会说什么不速之客 或者像是不管是很多议题的推动 像主副联盟 然后我们新竹有的群体叫做 我们要喝干净水 那其实都是以女性为主体 在针对环境议题来做倡议的一些 妈妈或者是女性 那我觉得这个部分其实都凸显出 女性其实对于环境的关怀的那个展现 那我们其实女人占世界人口的51% 所以其实我们是非常有力量 可以去有效的去改善气候变迁的 一个力量跟声音 那拉到就是说气候变迁治理在政治上 这件事情来说 其实这几年在气候变迁议题上的两大 就是非常有名的AOC 以及就是那个气候变迁少女贵塔 那其实基本上他们都是女性 一个是女孩子 一个是女人 那他们其实都非常积极的在针对 就是一个是针对美国绿色行政 在做倡议 一个是针对世代正义的问题 其实我觉得世代正义的问题 其实也女性也常常会在里面 扮演很重要的角色 因为我们通常都会想到 下一代这件事情 就是我们会想到未来的样子 这件事情是我自己在地方上 其实接到很多成情的时候 发现蛮有趣的一件事 就是通常会关心一些 比较未来环境事情的人 通常成情人都是女性 这个比例也是比男性来得高 那这是关于这个回馈 那其实像是刚刚其实教授 以及主任都有提到一件事 其实我在一开始受邀的时候 我第一直觉也是觉得说 肌肉治理这个东西 好像一般来说通常都是会提到 是比较开发中的国家 会面临的一些问题 因为就是资源的不足 然后女性的性别的天生的弱势 造成的一些状况 就是说甚至他们连安全的水啊 洁净的燃料那些都没有 所以造成一些健康和生命的风险的一些 就是状况这样子 但是我觉得在台湾或许 因为我们是一个开发中的国家 就以开发国家 其实我们比较不会看到这个面向 所以其实我那时候 在进到这个题目的时候 我一直在想说 这些东西是不是都太远了一些 可是其实最近有一件事情就很切身 就像李教授说到 我们现在缺水 那新竹基本上其实在6月即将进入 所谓的也是亭五公二的区域 4月6号的时候 台中苗栗区已经先行进入了这个状态 那我自己刚刚说到我的区域中 其实靠近苗栗区域 其实有500户已经在4月6号的时候 就已经跟着竹南头粪 在进行就是亭五公二的一个状况 那再回到新竹地区的状况 就发生了一件事情 其实我们新竹香山区 它虽然占了新竹是一半的土地面积 但我们的人口数基本上是不到五分之一 就我们是一个相对 就是人比较稀少的区域 那会有几个主要聚落 但在这一次的 就是大概在两个礼拜前 在我们香山比较相对有人的 一个聚落区域中 一直出现供水不稳的状态 就他们会忽然没有水 然后水就会不见 然后那询问自然水公司的说法就是说 这是原水不足的原因 那原水不足的原因 导致就是说水都被上面的人用完了 因为可能也因为疫情的关系 其实大家用水量并没有比较少 举例来说我也有去询问我们苗栗县的议员 他们的状况 像是在苗栗的一些区域 他们也是属于管线末端区域 他们甚至已经呈现停市的状态 因为就等于是其他区域已经把那些水用完了 所以这边也呼吁一下大家 就是真的要节约用水 我们现在要有意识的去做节约用水这件事情 因为现在水情真的非常的严峻 那回到这个陈情 为什么要特地提这件事情呢 因为跟我反应的基本也都是女性 因为其实女性在缺水议题上 会遇到比较大的困境 虽然当然不像是那一些开发中国家 就是会有卫生上的问题 但因为女性其实也会有生理疾 以及就是他们上班的一些条件的要求 所以他们比较没办法突然没有水 所以其实气候片天的这些灾害 其实也已经发生在我们这些 就所谓的高度开发国家当中了 那其实台湾也正在经历这件事情 像是在缺水这件事情上 就呈现了这件事情 那最后怎么样去解决 这个刚刚说的供水不吻问题 最后其实我们是透过产发处 去跟自来水公司 透过去他们的协调 让就用水大库去做半夜的减压 也就是透过大就是上面 上游就是管线末端 那管线比较前缘的一些用水大户的减压 去让改善这个后端的原水不足的状况 那这一点其实主要是想要回馈说 其实气候变迁这个题目真的离我们不远 其实很多人到现在都觉得这个题目 好像是离我们很遥远的 然后甚至觉得说反正在我有生之年是看不到的 但其实现在在之前我其实会参加很多青年的游行与倡议 就是要强调一件事情 就是气候变迁真的已经离我们很近 如果我们再不去真正面对这些问题的话 2050台北也有很多地方都淹没 这件事情是多么的可怕 但是而且2050我们应该都还没死 所以这件事情非常的近 但是多数人都没有感受到 那我觉得女性其实是有比较高的感知能力的 我真心这么觉得 就是不管在我自己在地方上 甚至像刚刚也可以回馈 环保志工真的在地方上 也绝对是女性是有相对很多数 然后在这些议题的关怀上 其实对于环境的议题 大家可能一开始会觉得很远 但通常到最后他们都会感受到 环境的议题就是跟我们自己切身相关的 因为这跟我们人类未来生存 是一个密切相关的议题 那我觉得我们既然是占世界人口51%的女性 我相信在气候变迁议题上 有一些落势的地方存在 但在已开发国家中的我们 这几年期可以看到那么多女性政治人物 在这些题目上积极的倡议 就代表这是我们可以努力的地方 那这也是未来就是希望大家可以一起关注努力的方向 非常谢谢六亿元就是非常精彩的参向 就是不仅仅把我们这个议题就是带到我们 真的是我们现在目前正在经历过 就是缺水缺电这块 然后让我们就是真的感受到 就是女性在面对气候变迁所遇到的一些困境 跟这么积极的参与 就是相较于男性来讲 所以我现在有一个就是问题 想要就是请问三位就是与台人 就是我们刚刚都有讲到 就是这个结构性的问题 就是女性相对男性来讲 在气候变迁上他们所关注的就是他们的参与力 往往比男性多更多 但是这份参与力或这个就是比例 却没有办法反映在就是我们目前既有的决策层面上面 然后我不知道想请问就是三位 三位女台人就是不知道您对这一块有什么看法 或是您觉得就是要什么样的 有什么样的契机可以让女性可以更踊跃的 就是进入到就是环境气候变迁相关的决策脾气里面 可以就是 那我们要不要最先请就是林教授 就是按照刚刚的那个说 林教授来就是 好 那其实我 我觉得女性的参与 就刚刚所有的讲者分析的 都是非常重要 从在地到中央都非常重要 而且女性的模式跟气候跟环境的改善都有非常重要的影响力 所以这也是我们说为什么女性必须进入决策机制的原因 但是光是生理女性本身并没有办法保证她 在意环境问题 好 所以我觉得现在重要的是如何让具有意识而有代表性的女性进入这些机制里面 那这不管是在所有的 但是进入机制有进入机制的问题 因为我们也知道说那个开会的形式格式 莫拉特风灾的时候没有要求女性进去 然后也有要求原住民乡长 我进去 但是 但是整个开会的格式其实是性别不友善 族群不友善 就是她并没有一个多元的开放让这些不同的声音可以在那里可以自在的表达 所以我觉得能够进委员会很重要 但是进委员会 就是委员会本身是不是能够接纳不同的声音 在她的开会的形式上面 包括是不是可以用视讯开会 是不是让他们有平等发言权 知道部落女性也很想参与灾后重建 但是除了会在中央政府开的时候 我们怎么从山上下来 Travel到台北都市核心去 那如果被代言的话 代言的人有没有办法掌握到这个偏向女性的需求 我觉得这都是进委员会里面非常重要的议题 当然我觉得让女性进委员会是核心的重要的 但是里面还有很多细致的要操作的地方 那其实都需要我们再花更多的心力来讨论 怎么样做可以更好 怎么样让有代表性的女性的声音进到各个不同层级的委员会 当我们开始这样想的时候 我们才要办法找到答案 好 这是我的想法 谢谢 那可不可以请吴主任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我想要分享一下 因为自己是一个幼儿的妈妈的经验 我自己的角度比较是 我觉得其实我们对幼儿的教育还是蛮重要 我讲一下我女儿还在幼稚园的经历 可能很多人都以为台湾已经非常性别平等 可是即使是我女儿在幼稚园都会碰到性别启示 就是有一次他们一群小女生在讨论未来要做什么 然后他就有一个很好的 也是女生的好朋友 就说想要当医生 然后就有个男生冲过来说 你们女生不可能当医生 你们女生只能当护士 然后女人那天就回家他很伤心 伤心好像都不讲话那样子 那平常是很活泼的小女孩 我就跟他聊了一下 然后我就跟他说 其实你的牙医跟眼科医生都是女生 为什么你会这么觉得 可是我觉得同差的语言力量还是很大 虽然这么讲 我事实摆在眼前了 我觉得小孩子还是不会接受 后来我就 对不起哦 你原谅我以下用小孩子的语言 我就跟小朋友说 你觉得一个人他可以当医生 是因为他念过医学院 就是医生的学校学会了拍刀呢 还是因为他长了一根小鸡鸡 然后女儿听到 会觉得很好笑 然后我就觉得 为什么这么好笑的事情 在我们的大人世界 也是奉为归联 我们看到几年前 日本的医学院 甚至还会排除乳性的残疑 那其实跟女儿这样讲过以后 她后来再遇到同样的事件 就是也是小男生 跟小女生之间的那种对决 那小男生跑过来炫耀说 我们男生比较厉害 因为我们有小鸡鸡 然后我女儿这个时候 他这一次回答我真的觉得很棒 他说那个小男生就说 我们用小鸡鸡尿尿 所以我们比较厉害 我女儿就回答说 你要用小鸡鸡尿尿 你才能觉得自己厉害吗 我们都不用小鸡鸡都可以尿尿 那我们应该更厉害 然后我就觉得 这个就 我觉得爸爸妈妈 还有学校老师 怎么引导小孩子去认识 性别这件事情 然后帮助 不同性别小孩子都有自信 其实我觉得是很重要的 包括那个男孩的家人 如果告诉这个男孩 他的自信心 都是建立在生理性别上 我觉得也是很可惜的一件事情 等他长大要面对社会的时候 他也会遇到很多的冲突 他在幼稚圆可能被我女儿 叮了一次而已 可是他以后可能要面对 更多的挑战 那对很多女生来说 就更不用讲 那我觉得一直延续这种 社会的风气到我们长大 其实整个社会还是 就是不太希望女性 做开口跟主导的角色底下 就当然我们会看到 为什么即使我念环宫 我的班上只有七位男性 女性赚绝大多数 到了金字塔决策顶端的时候 都还是男性为主 甚至主部联盟 想要在人员议题上面说话的时候 可是只要每次一停电 我们都会被生理性别来攻击 我觉得这个其实有更多是 我们画面的东西 其实必须要先去改变的 这我先想到了 谢谢 我们可以从事廖远来跟我们分享 其实新竹科学园区 它其实一直有个现象 就是蛮多其实高学历 然后本来是高阶主管的职场女性 在最后都会选择成为 就是家庭主妇 然后全新的投入孩子的教育 那其实当然很多人会说 这是个选择 但其实更大的状况 我觉得是凸显出 其实现在的社会对于整个家庭支持的 就是不平等这件事情 举例来说 其实像刚刚那个 我记得那个吴主任有分享到 其实家务 明明现在双薪已经是七成了 但是家务的分配比例上 女性还是三倍 男性的三倍 那像之前让很多男性崩溃的 性怀结衣 他结婚的事情中 其实就在那部 他们那个特别片中 其实就有讲到一段话 就是美丽就是女主角她怀孕以后 然后男主角就很兴奋对她说 就是我会尽力当你的后盾 有什么事情都可以使唤我 然后女主角就反而是很生气的 回她说什么叫当我的后盾 我们不是一起成为父母的吗 就是其实就是 我觉得这就像是刚刚就是 吴主任已经林教授提到的 我觉得是整个社会结构 跟文化上的一些 根本性的问题 就我们要如何让大家 更有意识到 其实一个家庭 它的那个平等性 以及就唯有这个支持系统 可以去建构完全 我觉得才有可能让女性 在这些议题上 可以更自在的去展现 我觉得这是蛮关键的一件事情 好 谢谢 谢谢非常 谢谢到因为我们的分享 其实我觉得我们刚刚 我觉得我们需要可能强调一点 就是讲男性跟女性 但是其实我们在讲 就是女性的时候 其实也应该是包含 就是更多其上跨性别 就是这种比较更少数的 跟弱势的族群等等的 所以我们刚刚强调就很多 已经强调了很多 就如何让女性就被纳入到 我们现在目前的既有的体系 跟架构里的 但是其实我有一个问题 想要反问说 那女性相对到男性来讲 就是对气候变迁议题 这块就是更关注 然后也更出力 但是我想反问 那如何让男性 在气候变迁这块 更关注 跟达到就是男女的 就是无比 或是至少一半 就跟女性关注 气候变迁的程度相当 不知道您各位 就是对在这块 有没有就是什么看法 我觉得这个真的就是 我们刚刚讲的整个文化问题 因为气候变迁 我们要从女性的角度来做 大概也很难找得到 几个与谈人 就是气候变迁大部分在谈 都是男性 都是在整个大的决策 然后能源 核能 这些所谓公共的 就是七个大学生 但是毕业最后全部都在 金字塔顶尖的这些男性 所以 我觉得真的 那如果这样讲 应该是这些男性领导者 也需要受性别平等教育吧 就是 他们也必须去理解到说 这个能源有性别观点的差异 以及为什么不能用男性观点 不然我们在这边 一直呼吁呼吁 然后最后 怎么都还是进不去 因为头脑 他们头脑没有改变的话 这个女性要在下面努力 真的很容易被踢下去 或者是不被理解 不被看见 所以我只能说 这个高层官员 以及这个视角 都可能需要做一个改变 谢谢 我自己是觉得 其实性别不必定 这件事情 伤害不只是女性 其实也会伤害到男性 就是很多男性 他其实 他有点是拉不下面子来 去做一些社区的一些行动 因为他可能觉得 他的角色可能就是被社会赋予 是要做意见领袖 而不是挽起袖子来做事 然后也不是到社区里头 一起去做一些很平民的事情 那我自己是觉得 在这样的社会氛围里头 其实有一方面来说 就是对男生是压抑 对女性是压抑 我举一个例子 就是我以前工作的地方 有一个男性的老板 他可以开会六个小时 有四个小时都是在飙码 飙彰化那种 会拍桌子那种 然后像那种工作状况 我们几个同事出来吃饭的时候 肯定都会聊天说 我们是不是要换个工作之类的 可是还是会有同事说不行 万一换到一个女主管 女主管很情绪化怎么办 我想前面的六小时不情绪化吗 可是这就是我们社会上 一些很刻板的印象 这个男性他有情绪化的时候 其实男人和女人都有情绪化 不管任何样的生理性别 心理性别都有情绪化的时候 可是我们可能就是 不能够接受男性有情绪 或是不能够接受女性有情绪 其实这个对于整个 我们对于看性别的视角 我觉得就会影响到 我们觉得好像男性 就才能够很理性的 去分析人员的议题 男性才可以很理性的 表达他的主张 女性讲的话都是情绪化的 我觉得像这样子的观念 其实真的还是很需要 要被破除 好 那我这边当然就是 既然身为一个议员 我其实当然是希望 可以在地方政治上 努力去做这些政策 还有机制的去推动跟圆满 因为毕竟就像刚刚说的 其实那个支持系统 没出来的话 就很难让女性放奶去做 那同时也是对于男性来说 我觉得必须要让男性 去感受到那个迫切 因为其实在现在的家 家务的结构上 很多可能 举例来说现在缺水 然后很多家长开始紧张 不能说这样 是很多妈妈们在紧张说 接下来就是小孩喂奶 那些水 水的洁净度已经 像我刚刚说的 我们新竹有个倡议团体 叫我们要喝干净水 他们都是基于对这些东西的 就是对于孩子 他本身整个照顾这个孩子 衍生的问题的一些担忧 而去努力 可是这件事情 就是多数的男性 他是没有感受到的 那我觉得感受到 当然有透过许多方式 可以去做 所以我觉得 在一个理想的状况下 当然是有一天 男性回家 也会很自然的 要去做泡奶粉 而不是说我帮你 这种话的时候 其实就一定程度的 可以盖一些改善 那举例来说 我觉得男性 其实在气候变现上 其实也会有一些动能的 举例来说 像是如果我没记错 我们有一个淨摊团体 Rethink 他们好像就是 一起按淨摊的男生 那他们在淨摊过程中 忽然感受到 海洋垃圾的威力 所以开始去做这样的推动 所以我觉得 在这个状况下 就是我们女性 对环境感受度 是相对高的状况下 我们可以发现 就延伸性更大 我们感受到孩子 以及环境的一些状况 然后我们愿意付出行动 但因为我们有一些包袱 所以那这些包袱 就是我们在政策推动上 或者是我们这些 就是所有关心气候变迁的 议题的人 要去努力去改善 让女性可以更自在的 参与这件事情 那同时我们要想方法 让男性 找到他那个动机 让他也愿意去涉入 那当然这有很多面向嘛 一个是家务的真正的 平权的出现 另一个就是说 在许多的相关议题上 如何去诱使他们 也去投入这个行列 非常谢谢各位 就是与谈人的回复 我一个最后 最后一个就是给 要议员的问题 就是我们刚刚在那个chat 就是那个聊天里面 那个框里面 有人提问说 就是请问议员 在议会中推广 就是气候变迁相关议题的 我们遇到什么样的问题 所以我给您做一个简短 就是最后的分享这样子 那第一个是我刚好 不小心把Rethink的 冲浪爱好者 讲成了静态爱好者 说错了 其实他是因为就是 在冲浪的过程中 发现海洋垃圾问题 开始去做这样的倡议 那回到在议会上 是蛮有趣 大家可以去看一些直播 就之前我做过两样的推动 一个是针对就所谓的 许多大楼的屋顶 都不会选择设置太阳能板 他们通常都会 做简单的绿美化 那对我来说 一定是在都记的一些条件上的 诱因不够 所以大家都会选择另一个方式 所以我当时在质询上 我就会问市长说 诶市长就是 我现在发现这个状况 能多加点诱因 让这些大楼 愿意做这件事 那不管在任何 其实现在竹客X开发计划 或者是园区 任何的计划中 我其实或台肥的计划中 我都会跟他们强调这件事情 就是你们的屋顶的 绿太阳能板的设置 这件事是绝对要列路 去考量的事情 那当时市长的回应就是说 他觉得绿绿的很好 就是一个四两拨千斤 就直接把它 然后我就整个就 这两个东西不冲突 你还是可以架设 足够的高度的太阳能板 同时还是可以在屋顶 做一些绿美化这件事情 但市长他其实就是用一个四两拨千斤的方式 就是把它毁掉 那甚至像是在我在推广好合器 就是这个循环就是容器使用 当然现在因为疫情可能不太适合 但其实环保署每年都会在各 就是有发金费 各县市都会有一个月的市行 他们会选定一些店家 就是饮料店家 然后配合你可以去那里免费都借 就是饮料杯 那我当然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政策 所以我平常其实不喝饮料的人 我那一个月就会疯狂的喝饮料 然后会去跟店家聊天 去想要优化这个系统 那在这样过程中就有几个发现 其实有些店家就有观察到 尤其是靠近学校附近的店家 就说其实这个系统 在学校附近是很成功的 因为学校老师他们其实定点购买 或什么他们是很乐意做这个东西 但这活动只有一个月实在太短了 所以当时我的诉求是希望说 我们可以延长这个计划 而且其实已经有其他县市 在做这样的尝试了 但当时市长的回应就是说 我觉得塑胶的杯子不好 也是非常的可爱 所以这当然只是两个 就觉得有点好笑的一些 在咨询上的工坊 但当然我当场就有去纠正市长说 其实这个容器它在食安上是没有遗力的 那塑胶当年的发明其实是为了 是为了环保 它其实是要减 就是因为其他制程 像是不锈钢其他制程也是非常的污染 那纸类制程其实也是有它的瑕疵的问题在 那我当时也是简单跟市长说 其实不锈钢的制程也是有些状况的 那在这个容器的系统中 其实你是需要比较轻的东西 你才可以去发展这个模式 重复使用的塑胶是好的塑胶 就能够有效的重复使用的塑胶 其实并没有那么的罪恶 那当时市长他就简单说 我觉得不锈钢比较好啦 然后就又带过了这一题 所以这回馈 这些回馈虽然是我自己一些 在推动议题上的一些受伤的地方 但我觉得其实也点出一件事情就是 多数地方政府没那么在意这些题目 这也是一个蛮现实的东西 就我们要如何让气候变迁 以及就是对整体环境有益的政策和议题 真正进入主流大众的眼帘这件事情 其实一直也是我在持续努力的方式 那当然一个方式是我蛮努力 在写我列出的文章 然后也会多参加这些记者会以及倡议 所以今天才会在这边跟大家一起聊 因为就确实很努力的在做这件事情 那也是有一些成功的政策推进 就举例来说 在我们要喝干净水这个部分 其实市府他们后来就有比较积极的 在做一些处理 但很可惜的是我们污水下水道的 不管率持续还是非常的低 那这部分也是我接下来会一直追的地方 因为这就会衍生的问题 就是再生水的利用 那再生水的利用就会又拉到 我们家整体缺水的问题 其实很多问题跟政策是缓缓相扣的 所以在地方上真的有非常多事情 可以做 那真的希望大家可以多多关注 地方上的一些政治问题 其实像是在 我记得温馆法修正的时候 其实我去公厅会 那其实我在公厅会现场 其实我就有很诚挚的跟处长说 拜托一般来说像我们这样的省辖市 我们不像直辖市有能力 可以有独立的科 像台北它曾经有一个气候变迁的专门的科室 在做这样的研究 或者是说双北 新北市它的秘书市其实很致力在做那个 就是SDGS的相关的一些论述跟整体的规划 可是在一般的像是省辖市或设计是县 其实是没有能力去做这么深的专家的规划 所以我觉得不管是专业专家的资源的引界 以及就是中央在提供更多的具体的方向 这件事情是我们都可以再去努力的地方 因为不然如果你去看各地写出来的那个 气候的那个白皮书 都只是一个小小承办写的 而且那承办其实要做非常多的事情 然后写出来东西就是 我觉得市长不会在意这一题 难怪大家这种感觉 非常谢谢就是三位语台人的分享 我觉得讨论非常热烈 我们现在也看到就很多问题一直出来出来 但是真的很不好意思 就是因为时间的关系 所以我们会把这些问题就是全部都记挡 然后之后再看要怎么就是请大家 跟各位语台人就是根据我们所提的问题 就是回复这样子 然后最后就是一个wrap up 就是真的很谢谢大家 就是在参与这个议题的讨论 然后我在当初 当初研究这个议题的时候 也发现就台湾在资料的 就是台湾在这块一直知道的缺乏 然后今天藉由三位语台人 让我们就是对于这一块的 有更深一步的认知 像是从公民电厂或从社区的角度来看 或是从原住民部落 这个气候变迁调试的角度来看 或是根据我们民生最紧紧相关的 缺水缺电这块角度来看 其实气候变迁跟女性议题 就是可以在不同的层面 有不同的展现 也有不同就是需要我们去更深入讨论的地方 那今天因为就是时间的关系 想要就是再次谢谢大家 就是今天为了来跟我们一起共享盛举 来参与这次的讨论 然后之后风险中心也有其他的活动 然后也请大家就是stay tune 然后跟我们一起就是进行 就是这样线上的会议 新的模式这样子 好谢谢大家 拜拜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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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